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不惬意 今天是美丽三十岁的生日 因为极度渴望爱情 她终于鼓足勇气告架 外出寻觅真爱 这下水哥不乐意了 她一直暗恋美丽 直到她去寻找真爱 形成怨恨 她把气撒在了老太太身上 事发让她意外而亡 而美丽也意外继承了公寓 这天美丽悠然得到了一本神奇菜谱 据说按此菜谱做菜 就能成功吸引到男人 果然食物的香味吸引来了一个流量汉 吃着美味的食物 她不禁觉得美丽就是自己的真爱 于是对她深情告白 水哥直接醋了 对她吹了口愧气 流量汉立马被鱼刺卡住 不幸而亡 水哥乐坏了 像个孩子一样害了起来 为了维持生活的基本开销 美丽决定把公寓的一个房间做出去 而警察老王为了调查小丽 于是搬进了公寓 以便暗中监视她 水哥又不乐意了 于是使出各种招数 想要她死 什么被热水器喷火 被电击 从楼梯上摔下来 虽然身狠累累 但老王依旧坚强地活着 不得不说 老王的命真够硬 这边 美丽在水哥的设计下 了解了胡锡的传说 但是 这并不能阻止她寻求真爱的脚步 她将自己的求偶标准登上了杂志 用窗帘给自己做了身衣服 别说 这立马就吸引到了眼镜哥 来人喝酒跳舞 这眼镜哥哪顶得住 莫名心脏并发去世 晚上 美丽又做起了噩梦 梦里 自己变成了胡仙 所有爱上自己的男人 都死于非命 隔天 她便来到图书馆 寻找胡仙的故事 人海中 只是多看了她一眼 对面的老哥 直接被水哥弄死 不仅如此 只要是刻意接见美丽的男人 都被水哥一意下线 由于牵扯一系列命案 美丽开始相信自己 就是传说中的胡仙 她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一心求死 而老王适时的制止了她 还帮她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就是真爱才能打破那个诅咒 这让美丽又重拾了信心 偶然的机会 她和花心男一见钟情 很快便坠入了爱河 水哥这哪能人 略施小姐直接让她勾待 连续多起命案 让美丽被请进了警局 好在老王拿出证据 才救出美丽 回到家 美丽决定一丝了之 她吃下安眠药 沉沉睡去 梦中 她碰到了水哥 水哥对她深情告白 并承认 所有的事情 都是她设计的 这样 两人才能永远在一起 而另一边 老王感觉小丽有危险 便赶了过来 但又被水哥施法 一一拦下 看到这一切 美丽这才明白 原来 老王才是自己的真爱 此时 老王艰难地赶到她身边 成功救救了她 影片的最后 两人过上了 没凶没臊的幸福生活 当然 陪伴他们的 还有那贼心不灭的水哥 这部影片 将是包裹着 黑暗外衣的 纯爱电影 无论苦难 多么难熬 你终将会遇到 属于你的那个人 好了 小说音乐最后 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狐心丽莎 沙沙沙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